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又來上課了 之前學習了5.1、5.2,我們學習了5.3 題目叫做Applications of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應該沒那麼困難的,最困難的我們學習了 今天學習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的應用 不用說,應用當然是用來發電 有三個情況,這些是用途 有一個Shit Shake Torch,上YouTube就會有影片 裡面有一塊強攝錫的,這裡有一個線圈 當攝錫,即是當你去Shit那支電筒 看攝錫在那邊,慢慢穿過那個線圈 試圈就會感受到一個Change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 有Induced Voltage,或者Induced Current 發到電,發光 這裡有一個大型的,就是踏單車 有一個發電機在這裡,握著輪子 輪子時,輪子都會轉的 這個就是最大型的,就是發電廠的情況 我們今天也會用回第一個Level 就是問,什麼時候有Induced EMF,或什麼時候 Induced Current 有一個線圈,剛剛的第一個Shit Shake Torch 就是這個原理 攝錫在一起,如果越來越近 就increase my letter fill 如果攝錫離開,就decrease my letter fill 即是說,如果攝錫離開,就會感受到一個Change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 另一個情況就是,一個Condutor,一次斷磁力線 所以,記住,這兩個就產生電,產生Induced EMF,或者產生Induced Current 這些解釋 其實,今天就因為要學發電機 即是發電機 那我就在家裏做了一個裝置 那實物就在這裡 那實物裡面有什麼呢? 那就是有電 那為什麼要用電呢? 稍後再說吧 那有一個... 魔打來的 魔打來的 那發不發到電呢? 就看一盞燈發不發光 好 那,播一播個影片給大家看吧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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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已經發了電 那為什麼要用電呢? 其實,我想透過這個裝置告訴你 魔打和發電機都是這件 就是因為它說了 你放電它就會轉 如果你自己轉它,它就會發電 其實這是一個Reverse的Process 好 那,這個Circuit其實很簡單 那就是那個Switch 如果跑過來這邊的時候 那就是當魔打這樣用 那如果那個Switch跑過來這邊的時候 那因為它應該會... 那個草物已經上去了 那就是跑過來這邊 那那個草物就會... 讓它轉成旋轉 那變成呢 就發電了 發多多少電呢 就燈泡 那如果呢 如果呢 我們把所有的Energy Changer 都連舉出來呢 其實都很多 首先呢 就是那個Battery chemical Energy 或Battery 比起電能 先吧 馬打的 把電能比起電能 比起電能 好了 然後呢 升上去 Potential Energy 好了 那就停了 那這個Switch就發到這邊了 這個Potential Energy 這個Mask 這個草物 就變成 Connected Energy 那就是Electrical Energy 然後Hit and Lights 所以特別留意呢 其實呢 同一樣東西來的 這樣的過程 我們叫Motor 這樣的過程呢 我們叫Generator 好了 那我們今天呢 就會詳細一點說一下 Generator裡面的建構 看看它怎樣可以發到電 但剛剛剛剛解釋過 其實呢 摩打和Generator 其實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所以呢 你看到這個裝置 就像摩打的Trapper 看過 當它的Core 就Rotate 那 Rotate 那就是說 AB那邊 就向上升 AB那邊 向上升 CD那邊 向下跌 好了 然後呢 你用右手 右手 發電 右手食指 就是Magnetic Field 要好好拍攝 如果我要這樣 這個吧 便把它轉動 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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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就到 Magnetic Field 這對 轉動 手指股 是比較向下的 而 指向下 視頻 因為CD是Move Downward 可以 對嗎 對嗎 成功 變成中指就會指出來 所以用CD的電流便可以決定 反正繼續 是嗎 這樣就A-B 如果我們由水平轉了四分之一圈 那它就變成垂直 垂直的時候 這個就是matterfill 但AB也是橫向去 CD也是橫向去 變成這兩個圈是平衡 我們就先切掉不到磁力 變成沒有induced voltage 這就會變成0的高度數 這會怎樣呢? 這會繼續 用右手做測試 食指跟到matterfill 中指 手指向下 手指向下 應該是對應到AB向下 CD現在是向上 AB向下 我對應到AB的情況 中指向著自己 電流就這樣流出來 但因為它轉了180度就會反過來 所以電流 在180度之前 我們要留意一下電流有什麼變化 現在 180度後 電流會由 左至右 反過來 還原來 一開始的圖 因為電流是這樣流的 所以電流是從右至左 所以現在 每轉180度 電流會反轉 所以這位置 是一個AC 如果不斷地繼續 但是 如果不斷地繼續 這位置會完全打卡 也沒有可能 轉十來二十個圈 卡到十一圈 所以做不到任何事情 所以一定要改良這個部分 我們怎樣改良這個部分 總之你不令到打卡就可以了 你看到多了些什麼呢 這裏有兩個圓環 兩個圓環 我們叫做 sleep rings 兩個就是2 sleep rings 然後這裏有兩塊的長方體 長方體 當然叫做carbon brushes 當試圈轉的時候 這一節和這一節會切斷磁線 會產生induced voltage 至於它是不是AC 所以下一節就解釋一下 我想你們看看 這個電腦模擬片段 你看到電腦模擬 就是當我試圈轉的時候 兩個sleep rings 會跟著轉的 其實因為 那個線圈 其實是會傷死了兩個sleep rings 另外 你看回這幅圖 電腦模擬說 電流有時正有時負 有時會發向右邊 有時會發向左邊 它就說 這是一個AC generator 當然電腦模擬 不可以盡信 因為那個編寫是一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寫錯的 我們用那個 物理原理去想 去驗證一下 剛才那個設計 當然是AC 還是DC 我沒有辦法 畫到很漂亮的 我只不過是用兩個圓環 做一個sleep ring 這兩個長方形 就是一個平面的圖 就是一個平面的圖 製作3D 我們試一下 Framin's Red Hand Rule 試一下電流應該怎麼留 首先 其實打橫有些磁力線 這個向上這個向下 其實就會切斷遲來 100%就肯定有induced that voltage Complete circuit 有induced current 我們先看看電流的方向 石子 Loft to self 就了 手指弓 向上 不如我們討論 這個黑色conductor 因為它是向上 中指去到自己 變成電流 感流 然後 沿著 trace 回線 來到這裡 去到Curban Brush 即是一開始 電流由左 到右 完整 然後 轉了90度角 剛才討論過 不再重複 現在內節的下角 變成電流 轉向左 折彈 axis 自己轉向左 是跟磁場同一方向 變成沒有induced current 但下角 有趣的地方是180度 轉180度時 黑色就會轉向右 所以黑色轉向右 紅色就會轉向左 再查一次Framin's Red Hand Rule 石紙可以跟紅色吻合 中指向著自己 即是電流流向自己 但這次是紅色的 紅色要遠一點去紅色Sleep Ring 然後才出來 電流會變成完整的電腦 但比起一開始的情況和現在180度的情況 電流是倒轉了方向 再轉90度 當然是垂直情況 沒有induce the current 你會發現 電流是有時正有時負 即是電流模擬的 但我希望你特別留意 就是什麼時候線圈會產生零電流 線圈去到什麼擺位 產生什麼電流 如果現在線圈垂直的時候 你會看到上面那個conductor 打橫向左 跟那個磁場平衡 變成不能磁力線 那就是這個情況 沒有電流的 如果線圈反而是水平的時候 線圈水平 變成conductor 一上一下 那就是斷磁力線 那就是大和最大 其實這個我看數值 這個是最大的forward current 這個是最大的backward current 所以這個也是當成maximal current 然後我們怎樣才可以增加 那個induce voltage 或者induce current的值 很簡單 很簡單 放石 更強一點是放石 線圈 多一點線圈的數量 線圈面積大一點 是有著手的 線圈面積大一點 切斷磁力線都多一點 好 另外 如果這個線圈可以增加到soft iron core 加強induce voltage 好了 然後 你轉快一點也可以 線圈就轉快一點 那就是多點ke 你多點ke 你多點ke 就可以變得更多的 electrical energy 那就對的 好了 然後 就是 我們那個 就是AC AC是一個 就是波子 交流電 那AC的頻率 就是那個 C圈 旋轉的頻率 那我先解釋一下 你見到 那個交流電的頻率 那就是 你當是Wave 廢體 那就是一個period 那就是一個period 但是一個period 那我剛剛對應了它 就是轉360度角 那就是說 它轉換一個圈 轉換360度角 那它就對應一個電流的period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個frequency of AC 也就是 frequency of 那個coil 那個rotation 好了 簡單 有幾條問題 反問吧 其實現在呢 就在頭的0.04秒 就是來到這裡 那就問你 How many turns are made by the coil 就是轉了多少個圈 0.04秒 一個完整的period 就應該對應一個revolution 剛才說了 第二 回到frequency of the AC 那麼 AC呢 就用回 當Wave這樣用 AC period 就是0.04秒 1over 0.04 所以就是25hz 好了 那跟著了 就再問多一次 什麼時候它是 過線圈 parallel 和 surject to the magnetic field 如果你只有圖 你可能就是初學者 背不到的 但是考試就常考 所以你一定要盡量自己 沒有什麼印象 就畫回圖 你不一定畫到這麼精細 遲力線你畫少幾條 但是你可以看看 如果我們這樣 那個線圈 coil 這樣叫平衡 這樣那個線圈 就垂直於磁場 平衡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是沒有induce current 反而平衡的時候 這個 會向上移 這一節 會向下移 剛剛好 可以切斷最多的磁場 the color cost through the field lines most rapidly 所以說 這樣就叫做maximum current 那 反而 現在好像垂直 小圈垂直的磁場 但其實小圈垂直的磁場 沒有用的 是那個conductor 那個移動 有沒有切斷磁場 現在這個conductor 是絕對切不到磁場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電流 所以 parallel的時候 最大電流 就是這個位置 或者這個位置 或者這個位置 就是0.01 0.03 0.05 相反 perpendicular to the field 就是0電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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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個答案 即是寫在這裡 如果 線圈 是rotated twice as fast 即是 speed是雙 那 對於頻率 會怎樣的 speed是雙 即是 應該很容易 1.04 就是 原先的period 現在 0.02 應該轉了一個圈 所以 frequency 應該雙 對於 Maximum AC 有什麼影響 Maximum AC 其實有沒有影響 你轉得快了 那照電流是雙 應該多了電流 所以 你應該是 有兩個轉變 其實就是 總共 變成這樣 電流又會雙倍了 另一方面 電流會擠迫 因為0.02秒 它就搞定一個 就是 Revolution 因為之前 要0.02秒 才是黑色線 好了 就說了 AC Generator 其實 有兩款 Generator 有一款 DC Generator 其實 我一開 給你 那條片 其實我用 那些 普通摩打 這裡 普通摩打 即是說 普通摩打 其實 它的結構 和這個就接近了 因為它也是 一個DC Generator 那DC Generator 就完全和 摩打結構 一模一樣 那這些 你應該記得 什麼名字 Cammutator 可以嗎 另外 我們就有 Cammutator 還有 Carmutator 還有 Carmutator 但是 Cammutator 這個作用 如果你細心 比對 之前 在摩打的時候 那個Cammutator 這個 描述 就不同了 那現在 每次 Cammutator 每次 Cammutator 垂直的時候 It reverses Cammutator 跟外面 Cammutator 目的是 什麼呢 目的是 令到 外面 這個 電流 流動的方向 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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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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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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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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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黑色的私人片 全部流出 不需要說了 到垂直沒有電流 轉了180度 會怎樣的呢? 黑色就會轉到紅色那邊 紅色的私人片 變成滑成這樣 再做一次 會怎樣呢? Framings Red Hand Rule 石子、磁場 手指弓 手指弓 就是Motion 中指電流 你看到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在外面 在外面 這個和這個是一樣的方向 所以我這兩個就接駁了 換了Connection 變成外面的方向 其實裡面的方向就不一樣 為什麼呢? 在線圈裡面 這個和這個 就反轉了方向 這個和這個 就反轉了方向 但是因為有個 Commutator 就反轉了接駁 變成外面 那個Current Direction 就是One Direction 永遠都是由左至右 因此 這個就是DC DC來說 也是一樣的 水平的時候 它就可以切斷 這一節會向上 這一節會向下 就切斷 打橫的磁力線 所以 Maximum Current 如果我垂直的線圈 那麼 那個磁場 和這個Motion 是同一個方向 就切斷 不斷磁力線 就是零電流 OK 好了 那你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 哦 原來呢 就是我這樣 一個拱起 半個 半個 兩個拱起才是360度 這個要留意 好了 那我們總結一點 我們學過的Generator 總共有兩個類型 有AC有DC 比較一下不同的 其實你一眼都有一出的 AC的就有兩個Sleep Rings DC的就是一個Commutator 真正的Practical Generator 的例子 Bicycle Dynamo 就是有點像這個Modator 或者Generator 但是呢 裡面的結構 就開了學你 就不一樣了 好了 那就 我們有個實驗的 先看看 看看片 轉得很快 它就會亮一點 那個燈 那你會發現 那你會發現 那個墊長是否左右擺 那如果它是DC的話 應該會向右邊 或者就是向左邊 那你見它左右擺 那就是說 我開始懷疑 它是一個AC 來的 就是這個Dynamo 不是DC的 但是呢 通常 Bicycle Dynamo 發電 就要用來發電 按照什麼 其實是用來發電 開設哪些 那是一間行車燈的 那其實是燈泡 那其實呢 就沒有什麼 所謂是AC 電 DC 有電到會亮燈的 所以 它是出AC電壓 沒什麼問題的 好了 那裡面其實呢 結構很不一樣,但解釋為何可以發動電,就很容易解釋 它不同的是,它轉動,這條轉動,它會在這裡旋轉 反而線圈是固定的,剛才是線圈旋轉,現在是線圈固定 所以剛好就相反了 那它一路轉的時候,為什麼會發動電呢? 因為一路轉的時候,線圈都一樣會感受到一個轉動 所以我都一樣可以產生一個燃營 我們有兩種AC generator,即是這一種和這一種 但如果我們實際來說,這個還會比較優勢 優勝在哪裏呢?優勝在內用程度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我們長期運作這個AC generator 即是說,那個Sleep Ring會不斷和Combusher 會不斷磨擦 不斷磨擦的時候,這個會用同做 這個用Carbon來做,Carbon會磨蝕 磨蝕了,磨蝕得太厲害,就會接觸不良 接觸不良,甚至乎會出現火花 好了,但現在這裏有沒有任何的磨擦產生呢? 沒有的 那變了,它的線圈一樣沒有透過磨擦 一樣都可以experience 這個像Latterfield 那是非常實用的摩托 可以用很多 即是真正的發電站 運作原理 它就會用Electro Magnet 取代了Permanent Magnet 不過也是跟剛才一樣 轉的是Electro Magnet 而固定的就是那個線圈 這個組合我們就叫做交流發電機 另一個名叫做Alternator 同學呢 現在打開書的第260頁 我們做一做Checkpoint 5 我當你做好了 A 1A 問在一個AC Generator 它要轉多少個圈呢? 那個電流才由正去負轉變一次 有一個Change Sign 就是由正去負,或者是負去正 其實答案就不用一個Revolution 一個Revolution 它就轉了兩次的正負號 那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由這一點至到這裏 我想highlight在這裏 其實一個Period應該是這麼長的 OK? Wave的負荷都很熟的 這樣叫做一個Period 一個Period就這麼多 但是由正去負呢 就這麼多 那就是說呢 其實是這條線 是這條線的一半 也就是說呢 我半個Revolution 就已經轉了一次正負 好了 那Part B 就是一個DC Generator 那這個Curring圖應該是這樣的 那在一個Revolution來說呢 其實就兩塊拱起 叫做一個Revolution 那我這個範圍就叫做一個Revolution 那應該是一個兩個Pit 那就搞定兩個Pit 那第C部分 找到Time for the Coil to complete oneRevolution 那一個Revolution應該是0.1秒 那這個就是那個Frequency of current 那Frequency of the current 應該是跟Motation Frequency of the Coil一樣的 那因為呢 我這裡是 轉圓三百十度 就剛剛就這個0.1秒那個位 那所以呢 就Motation Frequency 就0.1秒 那Votation Frequency 就1over0.1 就10Hz 的 好了 讀到C part 那這個東西 那多久 for the Coil to complete oneRevolution 那你留意一下 我們要兩塊拱起 那才叫做一個Revolution 那所以呢 就答案就應該是0.1秒 那才轉一個Revolution 那那個Votation Frequency 就1over0.1 那就變成 都是10Hz 好了 那今天呢 我們這些concept 就這麼多了 好了 那我們看看一些筆記了 麻煩同學叫做雞精的24頁 好OK 這裏24頁 那我第一件事呢 我就在本雞精那裏 那裏 那些電流的Current Direction 就miss了 特意讓你自己做回 那你自己呢 那你自己呢 就找個右手 Findman's Right Hand Rule 去示範 就是 就回 哇辛苦了 你要就回磁場 N to S 就是這樣 手指弓向下的時候 就應該是 轉下去 這個東西轉下去 這個轉上上面 那變成了中指出來 那電流就這樣向出 那就沿著那些電流追蹤 那你把電流的方向都抹回 那你把電流的方向都抹回 好了 那當個視圈呢 就轉了180度之後呢 那些電流呢 其實就會反轉了 那這邊就是向左 那這邊就向右 那你也可以再重複一下 那也是Findman's Right Hand Rule 那就是Findman's Right Hand Rule 那就是 那就是 から 的時候 還是 就這樣 手指向下 按一下 使用手指向下 可以用手指向下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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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手指向下 按下 但手指向下 變成手指向下 跟剛剛也是一樣的 不過呢 這條短邊就來了這條短邊 然後電流就會這樣繞過來這邊 這樣繞過來的時候,電流就反轉了 接著我們看看DC Generator DC Generator 就是圖 兩個拱起才是180度 這樣就轉了一個圈 DC Generator 你要記住 兩個拱起才是360度 這樣就轉了一個圈 這是特別重要的 我這樣就叫做切斷磁力 這樣就叫做沒有induced current 這樣就叫做有 然後之前提及過 雖然我這裡有個Cammutator 但這個Cammutator的作用 跟摩打的時候的Cammutator的作用不同 所以你可以抄述這句 現在的Cammutator就是reverses the connections of the code to the outside circuit every half turn 兩分的 這樣就叫做一分 Therefore the current in the outside circuit always flows in the same direction 這樣就叫做第二分 那你抄完之後呢 你可以抄前一點的 以前抄過一次的 就在這裡 就在第十頁 然後還一個方法 那也是 第二頁就是 最后有五个方法令令emf更强 第一个方法,多一点线圈 第二个用劲一点的摄石 第三,Increase the area of the core within the magnetic field 第四,Win the core on a soft iron core 第五,Rotate the core at a higher speed 今天讲到这里,请同学在YouTube上留下你的学号 拜拜